余生请多指教大结局了 对于一部小甜剧来说 余生已经算是非常优秀了 就是因为余生很优秀 所以很多人看完以后 怅然若失 因为追完大结局也就没得追了 让我们用故邻小朋友为视觉 来吐槽一下 顾家小少爷的神仙生活 不 也可能是悲催生活 我叫顾琳 我今年六岁 从我记事起就觉得 自己的名字太过敷衍 因为其他幼儿园小朋友的名字 都不是这样的 我跟妈妈吐槽 妈妈说我是她的孩子 所以理所当然 名字是应该有一个属于妈妈的姓 我跟爸爸吐槽 爸爸说 她名字的来源跟我的名字 也是一样的 大人们 我的爸爸故意是医院里的名医 名医的代价就是他的工作很忙 平时又做不完的手术 有加不完的班 还有看不完的科研资料 但是爸爸一旦答应妈妈的事 就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完成 可是答应我的事就不一定了 就比如上周 爸爸答应我周末带我去吃冰淇淋 他就没有实现 我拿出我的小本本 给爸爸寄了一笔 这个老姑过分 哼 我决定一个星期不给她好脸色 我的妈妈是一名大提琴手 她拉出的曲子特别好听 妈妈工作没有爸爸那么忙 她出去演出会走一段时间 之后就会有好几天的时间来陪我 空闲的时候 妈妈会拉大提琴给我听 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 家里除了爸爸妈妈之外 还有爷爷奶奶 还有姥姥 我没有见过我的姥爷 妈妈说 都怪那些个编剧叔叔阿姨们 怎么就莫名其妙地 把我的老爷给写死了呢 妈妈说过 老爷是个教导主任 从小对他非常严苛 但是老爷也是妈妈最好的爸爸 妈妈把老爷的照片给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他如果在的话 一定会是个慈祥的老爷爷 完全看不出他的教导主任身份 我的爷爷奶奶也是医生 我家就住在姥姥家对门 听妈妈说这个房子 本来不是爸爸妈妈的 但是原来的房东去国外找女儿了 不打算回来了 被我姥姥说服 把这个房子卖给了我爸爸 这样的话 爸爸妈妈就可以照顾独居的姥姥 我也可以随时去姥姥家吃饭 妈妈跟爸爸打我的时候 我就可以赶紧跑出去 躲进姥姥家 这招屡事不爽 倒也不是我不听话 而是爸爸妈妈总是很腻歪 搞得我总觉得自己是充花费送的 而我知道 他们也乐意看见我出门 如此他们就可以有二人世界了 说起这件事 就真的是一言难尽 不知道别人家父母都是什么样的 反正觉得我的父母很过分 他们会趁我玩耍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惊对方 我很小的时候 吵着要跟妈妈睡 可我知道妈妈每次半夜 偷偷跑过去跟爸爸睡 我长大一点后 妈妈就彻底不跟我睡了 他们说我是小男子汉了 从小就要养成独立的好习惯 但是我知道这跟我独立不独立 没有多大关系 他们就是想趁我睡着的时候 偷偷亲对方一下 大人们的心思真的是过分 我问过幼儿园里我的好朋友小夕 她说她的妈妈也会半夜 偷偷跑去爸爸屋 这些爸爸总是跟孩子抢妈妈 他们都那么大了也不害羞 从我两岁起 我既有一个愿望 要是爸爸妈妈像爱对方一样 爱我就好了 姥姥总跟我说 爸爸妈妈相爱对于一个家庭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而我想的是 如果爸爸能像她 爱妈妈那么爱我就好了 要么为何她总是亲妈妈抱妈妈 但是却很少亲我抱我 要么她为何答应我的事 就会食言 答应妈妈的就不会呢 还有妈妈有好几次 她都去医院找爸爸约会 不来幼儿园接我 把接我的任务给了姥姥 虽然我也很爱姥姥 但是我更爱妈妈呀 爸爸妈妈有时候 还会把我送爷爷奶奶家 我跟奶奶吐槽 爸爸妈妈的腻歪史 爷爷倒是没什么反应 但是奶奶总给我一种 自家大白菜被猪拱的一种心酸感 我还听见奶奶跟爷爷抱怨 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 这倒好 完全不是自己的了 每当这个时候 奶奶就抱着我 说还好有了我这个大宝贝 后来我跟奶奶吐槽 爸爸妈妈只爱对方 不爱我的时候 我看见奶奶突然就像 顿悟了一样 奶奶说 爸爸妈妈这样做 其实才是对的 她说 我以后也会有自己的恋人 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孩子 当妈的 谁还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生活得比蜜甜 而我的父母 他们找到了彼此 获得了幸福 他们爱对方 胜过爱我就对了 因为他们如果爱我 胜过爱对方 以后我结婚了 我有自己的家庭了 他们该会多么不适应啊 我想到奶奶那个 自家白在被猪拱的表情 觉得自己也是个小大人了 其实我都知道 我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姥姥 还有已故的老爷 都非常爱我 我都知道 爸爸妈妈只是表面上 看起来更爱对方 但是在他们心里 我是他们最可爱的小宝宝 其实仔细想想 我的人生 还是相当圆满的 我满的 坏